今天来到上环,戴着口罩的是什么? 就是拿我的新书呀! 我写了一本新书呀! 今天刚刚印好,现在出版写拿我的书 还有去拍下我们访问,访问一下这本新书的感受 Hello! 这个是老板呀! 看几多书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的书呀!放在这里呀! 等你来开箱! 好呀! 这个呢,这书都是给我,我也不知道你拿回家的 这么大一桶呀!我没带你来呀! 这里写着Coco哥 我想问老闆呀,主编,为什么会选这张照片? 这么outstanding呀? 其实有点尴尬啦,放在书局里 你想想,全部都是外洋呢,放在书局里呢! 那不就好了呀!现在一看就看到 我没见过,很少那些书呢,会这么大个人头 放在这里呀! 漂亮呀! 我那天和他讨论过呢,他坚持了我这张照片 那我就,既然他觉得是这么正的 那我就用这张啦! 哈哈哈! 其实这张呢,是我结婚的时候拍的 哈哈哈! 哈哈哈,不过都几帥仔啦,是不是? 哈哈哈! 所以年轻了几年,就是这样的 这本书呢,其实由最当初他们找我的 差不多半年之前有多啦,那天是完全无疫症的 那么,主要的内容呢,大家一定要是买了这本书 去看下才知啦!哈哈哈! 是这个精心的汇聚,是将我这个YouTube的 所有最精彩的片段的内容呢,是汇集在里面那里 那你们就不用在YouTube那里周围搜寻 找回当初讲的那些重要的东西啦! 那,重要是讲些什么呢? 99%人都应该知道的事,知道的事呢就是 想起都开心的事啦!哈哈哈! 那你们买这本书,就这样揭开,就立即找到 找个书签夹起去,就不用在片中搜寻 因为有时我想找回我自己讲的那些 都很痛苦找回的,那这本书就非常方便 你们可以立即找回收的资料啦! 老板有什么要讲啊?主片? 没啦!没啦! 没啦?他很shy呀!哈哈哈! 所以他们负责,他们写书,不习惯出镜! 快乐经历,世未回忆! Hello,我是Coco哥! 那我现在就做这个好连华的,你问我答QA呢? 嘿!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啦! 今天呢,看一本书先! 童真的一面,当然用回小朋友的雷镜啦! 我开回slapchat出来先! 刚才和Margaret玩了一轮,已经! 小朋友在哪儿? 又是这个啊? 是啦!这个是啦!是我啦! 打滑不行的,喂! 打直! 打直是啦!我就是Coco弟弟啦! 为什麽我要出书啊? 不是,很大只眼,大个口啊! 因为呢,其实呢,相片做好久的啦! 因为我拍了那麽多片呢,很多人都说呢 想叫我出书啊! 为什麽呢?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中间的资讯很有用啊! 但是呢,片太长啦! 啊! 发生意外,刚刚刚相机倒下了! 那呢,我有时呢,想自己看回自己的片中间 我讲的什麽呢?或者讲的题呢? 我都好辛苦才找得出来 我自己拍的啦!我自己剪的啦! 我都要大约记得在哪个时段讲,但都要找一轮 所以呢,不如写一本书出来呢? 有我们讲过最重要的那些 99%的人都该知道的事 那主要呢,都是讲下 那这些呢,就击碑来啦!发达大计 那主要讲下呢,怎样可以处理好自己的财政的方面啦! 那就可以令到,那你财政解决了呢 就可以做下其他自己想做的事啦! 那很多东西想人,很多东西可以做的嘛! 那但是,如果没钱就万万不能啦! 就先解决了这些钱的问题,我们再做些想做的事 譬如同Margaret,大家都想同小朋友去旅行 那你会解决到这个钱财的问题才可以去玩的啊! 即是不需要好像富豪级啦! 但起码都叫做,你想洗的人都support到啦! 怎样啦!Margaret姐,你想怎样啦! 为什麽这个乐园镜对你来说没效呢? 因为你本身就是小朋友,是吧? 没有效的!你是没有效的! 你是完全没效的!为什麽呢? 这个对Margaret来说完全失效的! 这本书就由一个普通香港人,正常香港的普通市民的角度出发 绝对贴地,不要废话! 一看就感同身受,因为我都是开车的嘛! 是啦!因为我都是香港人来的嘛! 所以呢,一个普通香港人就绝对明白香港人,就需要什麽同同些什麽啦! 这本书就震惊十四亿人,全世界百十万人供存,不含后悔! 这个理由更个强劲! 当然要提啦!这些书是吧? 就刚才讲了啦,就解决了你最基本的财政困难先 之后呢,再去追寻你自己本身想做的事 好像我那样拍YouTube,大家都知道拍YouTube是没什麽钱的嘛! 你看萧生这些我都知道啦! 但你要解决了你其他问题,你才有心情去做你想做的事嘛! 所以就很重要啦!这件事是吧! 它令到你有自己时间,拿回你自己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怎麽呢?就去看这本书啦! 就先看这本书啦! 第一个反应,哇!怎麽这麽糊塗,说是全身白色的? 是否正常呀?好像ET手术室那样的 全身白色在那里压压压恐怖! 其实我觉得很害怕! 但是所有医生护士都很正常呀! 所以我觉得应该都是正常的呀! 不过真是,如果想看那条片呢,你可以去看那条片啦! 在很久之前的,你这个频道按,最旧那条片开始找就能找到的! 不是呀! 我什麽都笑呀!不知为何呀! 哇!真是不好呀! 我们现在旁边的屋呢,有一个BB刚刚出生了,新生BB 我每晚两三点都未睡,有时看股票有时搞其他东西呢 他还在哭着,是一个礼拜有五晚都在哭着呀!我听到! 简直是人间恋肉呀! 想起当年呢,我们是晚上七点抱着猫脚抱到一半 已经三点抱着想醒呀!大佬! 现在呢,旁边都在发生着! 所以呢,很害怕! 千万不要再发生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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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 头那几个月呢,真是自杀都顶不住! 真是太辛苦! 现在大过了呢,熬过了不想再重复多一次呀! 没想到呀!没想过这些问题呀! 这些事总会发生的,是不是? 我都做过这个角色! 不说几次呀! Margaret,有什么常常出出有人说你坐在这儿? 摆完这堆书会不会很厉害呢? 那要看我新片啦! 其实我刚刚录了另一条片是讲投资的 那录完那条就录这条! 所以呢,你要看啦! 那这期这么波动... 那这期这么波动呢,没玩开不是高手呢 就不要乱玩啦! 那我不是说自己高手啦! 我都没什么怎么玩啦! 我都减少了活动很多,因为实在太快啦! 而且现在根本是投机,就不是投资 是跟赌钱无分别的,是完全任开的 那些消息是任去论的而已 那已经脱离了投资的,我是顺投机 很多人都很特别奇喔,这个世界 我都是突然间想不到的 你想不到为何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又有钱呀,又可以做这些事呀 但我突然间合不出我 最想就是砌电脑啦!为什麽呀? 因为陪我去过石屋,陪我砌过电脑 陪我去过石屋,陪我砌过电脑,终于走到路 最佳是想躺身买腾讯啦,是吧? 如果那天买了腾讯,现在... 就多到钱都不知怎样花啦,哈哈哈哈 那其他呢,没什麽呀 因为主要我想做的那些事呢 基本上我都做了,即未必是18岁做啦 很多事我想做的,我都满足了我自己做了 所以没什麽后悔,要去回18岁才做到的事 这裏后面都有讲,因为如果不做了前面的事 又不会变成今日的我啦,是吧? 如果我不做了前面的事,我又不会认识到Yannis 又不会认识到Yannis,就不会有现在的我啦 又不会有Margaret啦,所以很难回答 如果我敢敢敢,就敢敢敢啦,是吧? 如果我当年买了腾讯,可能我有几亿 十亿身家,我现在又不会,在这裏又不会认识到Yannis 又不会,住这家屋又不会拍片给你看啦,是吧? 可能都会拍片,不过是在其他地方拍啦,哈哈哈 哇,正啊!做女人拍YouTube都是很多人看的,哈哈哈 是吧?女人拍片,一这样拍出来就很多人看啦 不知怎麽解啦,男人拍片是难十倍的 女人做所有事都好像简单很多的 可能女观众不认同,但我想大部份男观众都很认同的 是吧?做女人呢,真的容易很多 好似easy mode和hard mode那样的打机 我应该会觉得为何这个男人常常都很忙 那么多事搞,啊,常常都很多事做 做完这一样又做完这一样,全日都好像很忙 很多事搞的,他在做什麽呢? 这个就是之前讲的那条啦,就是18岁之后你会做什麽?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啦 这个就是偶像,Steve Jobs讲的 在那个毕业典礼的演说里讲啦,是吧? Follow your heart the doors cannot connect forward,they only connect backwards 即是呢,你的心想做什麽你就去做啦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自然会发挥得最好的啦 可能呢,今天你会发现是没用的 但是呢,你去到那一点之后 看回头就发现你走过的点是会连得回来的 那时机到那时呢,就发现呢 好彩我今天有做这件事而已 如果不是呢,我就没这些这样的技能 去做到我之后的事啦,那样 那好像我拍片那样,好彩我之前做过这些这些这些 否则我拍片就根本就不会懂得讲这些事给大家听啦 好像讲那些什麽5G呀 因为5G我是读IT的,我才懂得讲那些5G的东西啦 其实我都不知有什麽可以写的 如果这次有人买,买得好的 那到时又有灵感,那就再写啦 如果买得不好的,没人买就不写啦 没人找我写的啦 刚刚上面讲了啦,follow着我心里而已 大家去看Steve Jobs的毕业典礼演说啦 Steve Jobs的毕业典礼发现自己有cancer 以为只有一个月命,怎知又死不去啦 那最后隔了几年之后,他都真的死了啦 所以呢,虽然我经常讲怎样赚钱呢 其实赚钱的背后呢,就是 去令到你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就不是,这个只是一个手段,不是一个目的 有很多人呢,他的ultimate goal就是赚很多钱 就每日都上班全日,做上班什麽都不做其他事的 没家人,没朋友的,你看到我不是的 虽然我好努力赚钱啦,但我都常用很多时间陪家人的 还有做我自己喜欢拍片啦,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啦 拍片呢,就不是真是最赚到钱的,老实讲 总之就做你喜欢做的事啦,做些好的事啦 即是你觉得好的事啦,好似我拍片那样啦 做些事出来呢,可能不知会帮到人呢 但anyway都是一件,即不是坏事啦,对不对? 你做些事呢,就自然有人看到就有回报啦 这个是我十几年来做事的总结啦 总之你做好件事呢,就自然可以啦 你别想着怎样走捷径啦,原来这个世界 做坏事呢,就有回力标的,这个我都舔过很多次的 鬼佬就叫卡玛啦,通常讲大话呢 最后自己都会重招的,因为你讲了太多大话呢 那些人总会发现啦,人家发现了你讲大话的人 那你无信用就变了废人的啦 还有讲大话最后都会自己乱的 不知为何呢,你做完这些坏事呢 很快要人对你做同一样的坏事给你啦 这样很回力标的,很神奇的啦 总之你害人呢,不知为何呢 总会有个人走回来害你,很神奇的 总之就尽量都不要害人啦,做好人做好事的 就是这样啦 是啊,因为我从来没做过Q&A的 我不知为何啦 我见别人做呢,都很多人看 但我又好像有点尴尬,不想做 我不想透露我内心世界 Anyway,这次做了啦 我想问老总,为何你觉得我本书有人买呢 虽然我觉得我本书一定有很多人买的 但为何你有信心,你本书是买呢 你们看完之后呢,快点去帮衬啦 在成品,三中箱,所有各大书局都有得买的 如果你们买不到呢,记住传个email过来 我们会叫书局再入多些货的啦 多多支持下啦 我想问你吴教授呢 我都有看你的片,我都有subscribe你的channel 为何你可以说那么多东西,不怕被人拘捕的呢 其实我都很想说你说那些东西的 因为我都是很多东西想说 但我就很不敢说 因为我很怕被人拘捕 为何你们可以不怕的呢 我真的很想问下,怎样做到这件事 不是不怕被人拘捕,最怕被人拘捕上大陆 让我宽宋十八,整个十八,写尽日记报 即使以后肯平凡,这一节亦美好 课金的时候到啦 我从来没见过大家课金的,是吧 快点去买一本看门口啦 这么多,拜拜 拜拜